在每个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给你不同的贴士 老板给贴士 嘉宾言论纯属个人观点 敬请斟酌参考 欢迎回来老板给贴士的第二段 你好我是子盈 那在这个阶段呢 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要知道 印加果油它的这个富含 Omega369 那这三个东西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今天为你要请到的是来自 Dr.Juice的执行长杨成亮 Winston 是大家好 那369呢 其实它整体上带给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效果呢 我这边稍微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Omega3大家比较熟悉 是因为过去我们常常吃鱼 来吃这个鱼里面有这个Omega3 它最主要的效果呢 就是抑制发炎 而且它是一个多颜不饱和的脂肪酸 也是必须脂肪酸 为什么呢 因为Omega3呢 没有办法在人体里面自行合成 你一定要透过食物的补充 那在食物方面来讲的话 其实过去我们可能知道说 从鱼啦 尤其是鲑鱼 还有亚麻籽油 甚至核桃 里面都含有很高的Omega3 那它最大的作用呢 就是抗发炎 同时促进细胞膜的 这个弹性的一个健康跟平成 更加重要的是 它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 那降低血压 同时对脑部的发育 尤其是小孩子 为什么常常给他们吃这个 所谓的Omega3或鱼油 是因为对脑部发育非常有帮助 同时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能够改善我们的忧郁症 OK 那第二呢 就是Omega6 Omega6呢 它也是一个必须脂肪酸 也是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合成 那也要从食物里面去摄取 一般上Omega6比较多呢 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在坚果类啦 甚至肉类 大豆油啦 玉米油啦 小麦培芽油 这些都含有Omega6 那它主要的作用 就是保护我们的细胞 调解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功能 更加重要的就是 降低坏的胆固醇 那Omega9呢 它最主要的效果 就是抗自由基 那当然就是抗氧化 同时也一样是 可以保护我们血管的弹性 更加重要的 就是能够促进 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 你这样子说起来的话 我们吃这个硬加果油 就直接的可以把369 一次过的摄入进去 我们的体内了 对 没有错 所以它为什么说 这几年来很受到欢迎 除了说它有这么好的 一个效果之外 对身体真的能够 起很大的一个养生的作用 当然很多人也把它当作 是一个减肥的一个盛品啦 对 明白 但是刚才您在介绍 那个Omega3的时候 您还又提到了 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 这个词呢 我们也常常会听到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脂肪酸 那要比较起来 它的好处到底是什么 OK 这个所谓的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它是一个必须脂肪酸 就刚才我讲的 我们人体没有办法 自行合成 你一定要透过 外面的食物去摄取 那它最主要的作用呢 是对我们身体呢 它可以减少 我们血液里面的打固醇 那让我们比较不可能 换上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 这个部分很重要哦 各位我们现在都知道说 血酸的问题 今天血酸呢 如果它在心脏 我们就得到心肌梗塞 如果血酸在脑部呢 大件事了 就是所谓的中风 所以这个部分就相对的很重要 那硬加果油 它在这个不饱和脂肪酸里面呢 Omega3跟Omega6 它的比例又非常的漂亮 所谓的非常漂亮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根据美国心脏学会 他们的一个建议 最好的一个油脂摄取比例 尤其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跟Omega6呢 它最好的比例是在1比1 那硬加果油 刚好Omega3跟Omega6的比例 非常接近这个组合 那你说到这样好吗 马来西亚其实它是有种的吗 还是像你第一阶段的时候 说它一定是从国外输入进口的呢 硬加果呢 当初当然它最早是发源在 阿玛逊河的秘鲁 这个国家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它还是全世界产量最多的一个地方 但是除了秘鲁以外呢 有没有其他国家也有 有的东南亚一带的国家 比如说辽国啦 越南啦 泰国啦 包括我们马来西亚 沙巴也有种 那中国台湾也都有 所以它还蛮容易种的 就像我们像现在我们在推广的时候 我们也甚至提供种子 给我们的客户 让他们在家自己种 它还蛮容易可以成长 通常半年到一年的话呢 它就可以开花结果 哦 明白 所以我之前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看到的 那个果实 它其实是它的种子 是 是它的种子 对 那一般上硬加果油呢 就是从这个种子里面去榨取 那我们的话呢 是用冷压榨取的一个方式 其实那个种子 如果说你把它剥开 你要直接生吃 其实味道很不好 就是福建花椒很香 很不好吃 那一般上呢 就可以把它加为处理 就是烘焙过 它就变成就是烘焙过 那就很好吃 一般是不能生吃啦 比较不鼓励生吃 对 明白 好的 那我们这个阶段呢 先聊到这里 在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我想要请杨先生 来跟我们描述一下 我们平时吃那个鱼油 我们大致上啊 在脑海里面啊 或者是味蕾 已经有它的记忆了 那硬加果油的味道 那又会是如何的呢 下个阶段的时候 杨先生来跟你分享 好 那第三个阶段呢 我们先从味道开始来说吧 硬加果油的味道是如何的呢 OK 硬加果油的味道呢 是非常清香 它带着类似花生油 或是花生果的 这样的一个味道 要保持这样一个好的味道呢 其实它是有一些先决条件的 很多人讲说 硬加果油的味道不是很好闻 后来发现其实它放了很久 甚至它买的呢 可能是一些国外进口的一些油 那各位在要保持这个油的味道 非常好的情况底下 它有个条件 它最好就是现炸 就是用冷压方式现炸 炸完之后马上要包装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处理呢 其实它会有臭油味的 这种情况发生 那这里呢 就牵涉到怎么去保存呢 怎么去买它 还有保质剂多长了 所以您建议我们应该 怎么去选购呢 OK 一般上来讲的话呢 市场上有很多一些不同的包装 那有瓶装的 有瓶箔包的 我们会建议 如果说你要买瓶装是OK的 只是你的用量要比较快 通常要在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左右就要用完 否则因为你用瓶装 你每天开开关关 它就会造成这种所谓的氧化的现象 那味道就会改变 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瓶箔包 那瓶箔包当然它就是比较能够新鲜保存 而且你每一次一包它有固定的用量 你只要打开直接这样子吃就可以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么好的一个硬价果油 富含Omega369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使用的呢 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呢 我们来看美国FDA 美国FDA是一个被公认 就是相当有权威的一个单位 那美国FDA给了这个硬价果油 一个GRAS的一个认可 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食物 那安全到说小孩子 包括那个小baby 那应付大人老人小孩都可以吃 对只是说如果是两岁以下的 这个所谓的小孩呢 或者是这个baby呢 他的用量一天就是限制在一个ml就可以了 那一般上每个人都可以用 那尤其是素食的朋友 很多人都是说他在吃素 那不能吃鱼嘛 那他身体还是需要油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资讯要给各位 我们身体非油不可 过去传统的一个饮食观念 就是告诉我们说要少油少盐 各位人不可以没有油 因为人体需要油脂 来作为我们的细胞的一个保护膜 我们的脑部扣掉水分 有60%也都是脂肪 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 重要的是你选择什么油 那素食的朋友很多时候因为他们有吃鱼 所以他要怎么样在什么地方得到这个Omega的369呢 其实硬价果是最好的一个替代品 明白了 那我们说到这个是每个人都需要摄取 但是好像有三高的人呢 糖尿病的人也可以吃吗 非常适合 尤其是三高的朋友 刚才我们又讲了 因为他能够有效去除这个体内的坏油 包括说我们这些不好的脂肪 那我们这些三高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些不好脂肪累积 尤其是血压的问题 包括心脑血管的问题 那他能够好油去坏油 我们都可以透过实验 比如说我们常常过去喜欢吃的这些猪油 饱和脂肪酸的这些油脂 在体内产生的负担 今天我们把这些油倒在硬价果油里面 你发现你搅一搅这些油全部可以被化解掉了 我回去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来测试吗 是的可以的 当然你要用到蛮多的硬价果油 你就把猪油倒进去 你搅一搅 它就完全会被把它溶解掉 我们一天是建议吃多少呢 一般上我们会鼓励 如果说你保健的使用一天 你大概就是6到10个ml里面 那如果你有特殊需要的话 比如说想要比较快速调整一些身体的状况 三高的问题 或者就是肥胖的问题 它的量就会按照个人的不同而增加 那人体一天可以接受的油的量是多少 按照美国他们那边的统计 你有多少的体重 你就可以吃多少的油 比如说我如果是60公斤 我一天可以摄取60ml的油 明白 所以是一个比较容易记得的一个对比 你多少公斤就吃多少毫升 对 只是说平常我们三餐吃的油太多了 那我们就不会建议客户 另外摄取这么大量的油 那您有说到吗 其实呢 吃这个油还可以帮忙减肥 它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而且应该怎么吃呢 OK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好油去坏油 因为它有燃烧脂肪的作用 那我们就会一位客户 他在两个月呢 就三餐饮食正常 就是只是加了一天 大概就是20ml的这个硬加果油 两个月减了8公斤 而且到现在没有负胖的现象 过去我们听到说 多次油会让你胖 今天各位你们真的要改变一个观念 只要你摄取的是好油 它反而可以让你瘦 是 这里的重点呢 就是你选择油方面 要选择好油 而不是我们说的坏油 对 不然那个就让你越来越胖 好的 那这个阶段呢 我们暂时聊到这里 第四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吧 既然它是健康的一个食品 那它其中有没有添加一些防腐剂呢 那吃它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呢 好 那这个阶段呢 我就来问这个 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的问题了 吃这个果油的话 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OK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油 所以各位你们不用担心 它会有副作用 它在2007年 拥过巴黎世界博览会的金甲 那印加果油当时被称为植物的王金 那更加重要的是 它在2017年 它也被列入超级食物 Superfood的一个名单 所以它是一个纯天然 而且不含任何的胆固醇的一个 它也不叫说一个保健品 就是一个食品 它就是一个油嘛 对 所以呢 这个说的是一种食用油 但是会不会有人说 我对它的成分会造成过敏等等的呢 各位这个你们也可以放心 印加果油 尤其是它从它的种子里面 去冷压榨取出来的 所以它不是我们一般过去熟悉的 所谓的坚果类 很多人会担心说坚果类吃多了 那会对我们的这个尿酸 痛风甚至影响很大 那它是种子 它是SID 所以它是很安全的 几乎不会有任何过敏的一些现象 好 那这个问题可能就比较犀利了 既然我们说到它的保质期 可能会有 可以用上一年两年 那它其中有没有添加一些防腐剂呢 不会 油本来本身就有防腐的作用 所以 这个油不会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它是纯天然 而且是有机认证 好的 那在最后 我请杨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有些人呢 不喜欢吃油 除了直接食用的方式之外 我们还可以怎么吃这个印加果油呢 对 的确有些人说 把油直接倒进嘴巴 总是觉得有那种油泥泥的感觉 不太好 各位 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用法 你可以加在你的饮料 比如说你加在你的咖啡 有些人喜欢喝咖啡 早上就来一杯咖啡 你可以把这个油倒在咖啡里面 那尤其是如果你喝的是那种 所谓的纯黑咖啡 它就变得就是防淡咖啡了 那味道也非常好 所以你可以加在任何的饮料 加上食物 比如说你今天煮了饭 你就是可以把这个油 喷在那个饭里面 就变成是油饭 面条也可以 或者这是所谓的菜肴 沾面包都没有问题 只是有个重点要提醒大家 这个油它的费点非常非常的低 那请你不要拿来做烹饪 不要让这个油加在超过70度以上的食物 它会被破坏被氧化 明白 那甚至就是有些人就像意大利人他们每天就是吃面包 会沾橄榄油 加一点醋 其实你也可以就是把醋加上硬加果油 自己来沾面包 味道非常的好 所以你在吃饱的同时又得到这个好油的这个补充 今天感谢杨先生来到老板给贴士 跟我分享了这个新鲜果树上鱼油的课题 好的 谢谢大家 也希望说大家真的要多摄取好油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优活自在健康衍生 好 你的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